出手這麼大方 這就可不便宜了 總理啊 總理 總理你趕快下來啊 總理 總理 幹嘛 來來來 全部都是子弟要送給你的 總理 看不出來喔 你比朵星還厲害 居然有一個這麼有錢的追求者 還保密到家 來 你老是跟我招來 那這個是 葦琪翔 這個名字好熟喔 我想起來了 這個回小子前一陣子來過我們家對不對 媽 花天人都走了啊 他們沒有送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來嗎 朵琪 你們倆現在在一起啊 這個人總算學乖 你老是跟媽說 那你們在一起多久了 不是啦 我還是不要跟你講好了 不然你要生氣 你們真的在一起了 沒有啦 好便宜嗎 可以吃耶 真是蘋果 廢話 有人送假蘋果的嗎 難講 好 不瘋瘋癲癲癲的 不過可能接受另外一個男人 也是好事一樁了 对不起 请问 对不起 今天不营业 营业是业妈妈吧 你好 我是独立的朋友 我叫陈克洛 听说她受伤了 我特地来看看她 又一个 我的意思是 请进 请进来坐 营业 董立 你有朋友来找你吗 是你啊 这是惊惊动魄的一晚 我真的很佩服你 随即闻的友情 我高中时候的同学 大毛跟我说过一句话 你不用勉强自己做任何事情 但如果那是不错 就会后悔的事 就算是杀了别人 也得做 你这个 舍人未起的行为 好猛 可是你不觉得 她说的话蛮有道理的吗 如果就像你说的 不做就会后悔的事 只是道德公理的话 那我就认同 我和我同学 都没有那么伟大 我们只是不想留下遗憾 可是人会在世上 会只是为自己活着 我更不希望 让你成为自私自利的人 朵莉 以后有困难 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也会跟齐翔一样 随口随道 我才没有找他好不好 是他找我耶 而且 我那时候脑袋刮你一片空白 什么都想不起来 这不就是缘分吗 很多爱情都从小开始发展 看来骑翔比我好运 总是抢了先机 不准到哪里去了 我跟他之间绝对不可能 我们的差距太大了 而且他老是出怪招捉弄人 我受不了 我们充其量就只是朋友吧 是吗 你完全不考虑他是你的对象 他的背景够最后 谢谢你啊 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 你会选你我也不选他 没有啦 我是说 你想想看有哪一个女孩子 有这么强的心脏 记得起他三天两头送的 惊喜 连他送来的水果啊 我都怀疑是不是真的 靠北他搞得神经紧张 说得神 对了 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耶 像奇小这种不按牌理出牌 完全不顾人家感受的大少爷 可是碰到了你 他还是会皮 但起码会收敛一点点 你是怎么治他的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治他 也许 是学生时代那段往事 让他对我所说的话 不说警惕 我们好像迷路了耶 要不先停下来确定一下方向 不用啦 你跟着我就对了 我的直觉从来没有错过 不行啦 再失去我相信你的直觉 可是我们现在在山区 也就不能大意 大家自然的神秘是人人有点摸不透的 哇 好像快下雨了耶 太阳快下山了 天黑就麻烦了 我就是要挑战大自然的神秘之处 你不要紧张兮兮的啦 我们是学校登山社的耶 走了啦 你赶快回答我啦 乱 啊 诶 诶 学校 你最好过来看看啊 你这个皮蛋臭豆腐 我 爱 你 啊 你要敢再啰嗦 我就打中你另外一支眼睛啊 我 不是说 你那张菜单上的料理 我从头都会做 他可免费帮我们做事 到底是谁啦 是我啦 老板娘 啊 心里很多话想说 我和你的错 就是舍不得放手 伤害你的我 早就应该让你自由 直到我以后 需要一直往前走 也许是越在乎 越会彼此的伤害 这样的爱情 又算是什么 爱不再 应该让自己从回忆中离开 爱不再 我们都已不存在彼此未来 有时候 不管对爱有多少的依赖 就算再不愿再伤心 我明白 我们只能放手 我们只能放手 哦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